今年36岁的韩慧珍以30岁为界 享受了非常精彩的两种人生 2013年之前她是叱咤T台的超模 曾创下哭泣秀场年龄最小韩国女魔记录 2013年起开拓第二职业 通过魔女狩猎一脚踏进电视圈 以超高的外形辨识度和直率的性格 大胆的发言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20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受邀出演我独自生活 在讨喜性格的基础上 进一步展示了接地气的生活日常 与模特的高冷职业特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韩慧珍也因此迎来了真正的事业第二春 和全宣帽的那段恋情 也为其人气暴涨助力不少 在Zoica身份逐渐稳固的当下 职业上一直努力保持双开的韩慧珍 最近重拾模特身份 为韩版巴沙拍摄了一套极特别的写真 惊艳了中韩两国网友 在这组写真中 韩慧珍全身涂满黑色油彩 从发丝到脚趾 甚至耳库里都没放过 全裸拍摄了韩慧珍 展现了躯体惊人的美感 摄影师特意强调了为数不多的白色 眼白和极少的单色手势 加上韩慧珍的肢体和面部表现力 张张射魂夺魄 中国网友将这套照片 冠以莫敢写真的名号 韩慧珍本人则在杂志采访时表示 初次听到编辑讲述创意 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为此特意雕刻了两个月的身材 力求完美呈现 韩国网友一方面感叹韩慧珍的敬业和帅气 一方面填评表示 这是艺术啊 是high fashion 不着寸驴也只有高级的美感